吴先生您好 您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情况是这样的 就是我在2015年 就跟我老婆认识了 关系也特别好 双方的父母亲交流之后 结了婚 这是我们的结婚照 也拜了九席 然后当时在结了婚之后 结果我老婆就觉得我变了 觉得我没有以前 那么地关心她 觉得我没有那么以前地 理解她 所以说这样搞得 她就经常跟我吵架 然后最后也吵到 我们双方的父母亲那边去了 然后所以说这样 就搞得我的压力很大 所以说我就今天找到了 我们的这个节目组 希望你们能帮帮我 这是一个婚姻当中的求助者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吴先生 32岁 来自湖北 个体 女嘉宾徐女士 31岁 同样来自湖北 销售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是几个月了 七个月左右 七个月左右 咱们坐着凳子聊好不好 坐下来聊 来拿一张凳子好不好 七个月了 不 你知道 人家心情很好的时候呀 那怎么了 就是自从怀了孕之后 然后就搞得 我的压力也特别大了 因为毕竟要面对房贷 也要以后马上是三个 人家压力大 你压力大什么呀 他在背后 每天就是嫌我 没有对他以前那么好 然后也没有以前那么关心他 所以说就经常跟我吵架 吵架就搞得我工作都没有心情 所以我就来到这里了 他跟你吵什么呀 你工作没心情 比如说他的真恶 那天我没有跟他做任何准备 没有陪他过 他就在家里吵得不开交 说连他爸爸都跟他发红包了 我连一个问候都没有 那天是什么情况呢 因为那天是我堂弟 刚好结婚的大喜事 因为我那个堂弟结婚的 这个喜事全部都由我来安排 由我来安排客人 并且还要准备第二天的这个取亲的这个仪式等等之类的 所以说我那天也忙得特别晚 所以说那天我就没有跟他来得及发信息 并且我在这个结婚之前我也跟他说过 我说这次刚好你的生恶这么巧 跟堂弟的这个结婚的日子弄在一起去了 我说后期我们在跟你补这个生恶 但是他就不理解 就在家里吵啊闹啊 结果我说你完全都不顾这个大家庭的一个大喜 反正就是现在怀孕了之后就跟以前不一样了 以前没怀孕的时候感觉就不早这些差 那肯定不一样嘛 他对你好吗 以前还可以 但是结婚以后就没有结婚之前 对我那么的关心和照顾了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俩是在2015年认识的 就当时因为我是他的顾客 当时就经常在他的手上买一些产品 也就是自然而然的就走到了今天 对你们结婚的时候双方家庭都和谐吗 都满意对方吗彼此 有满意的地方也有不满意的地方 那肯定是嘛 生活不会是全是美 你还有什么压力啊 这不是挺好吗 除了这个以外就是关于这个赚钱的事情 赚钱怎么了 以前我一个人的时候 就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然后就是后来结老婚之后 肯定面临的是两个家庭的事情 而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 所以说我也面临的房贷啊 等等一些事情 包括未来 比如说我们生了小孩之后 我们也会面临的是三口之家 并且他们家的就他一个 他的爸妈我以后也要去照顾 所以说双方的父母亲 就会经常跟我说 你马上要有三口之家的一个家庭 以前你们两个人是一起赚钱 现在是一个人赚钱 他就紧上面上班 我说现在他上不上班都没关系 但是就是说 偶尔就会在我的这个嘴里面 怀着这种压力 我就会说 你要不去上个班呢 其实也没说什么 但是他就不开心了 他就觉得我现在赚钱赚的比较少 毕竟我现在也是怀孕了 也不是说我故意不去上班 或是故意不做事 其实也不是这样 这个事情是什么呢 其实我后来我就是也是 为了他的身体好 因为我在武汉认识着做生意的朋友特别多 他们有时候也问我说 你身边有没有一些合适的 做一些文职方面的人员 是不是 刚好我就想到我的老婆了 因为我就担心她天天宅在家里 然后产生这个怀孕期的一个抑郁症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 在我们家附近上班 也不是很远 对不对 然后每天散散步走过去 然后也可以锻炼一下身体 是不是 对这个小孩也有好处 结果我就让她去在这个朋友的公司 去做那些文职 并且也不需要她很固定地去上班 然后她现在也在那边上上班的 那不是挺好吗 那你要表达的是什么呢 她觉得她赚这个钱 还是觉得我把这个事情 一直放在她的心里 不放 你有觉得吗 嗯 我也没听出你们俩到底怎么了 这不都很正常的事吗 哪个家庭不这样呢 但是她一有什么事就喜欢说我 因为我觉得现在毕竟怀孕了 很多东西都不能受刺激 我也是为了孩子好 所以我就不喜欢她这样天天说我 说我我就心里很烦恼 她喜欢说你是吧 对啊 你觉得现在老训斥你 是吧 你还有什么呀 还有比如说有一次 她去买衣服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怀孕期间 她就突然跟我打了一个电话 说老公啊 我现在看中了一件很好的衣服 你要不过来帮我买一下 其实我当时就立马的火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当时正在跟一个客户 在交流一些业务上的事情 结果当时我就一句话就丢出去 我说你要买我的银行卡 在你的手上 密码都在你的手上 你就自己觉得好就去买 其实我当时心里是不想她买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马上她的肚子就会越来越大 那个衣服也穿不得 不是买没买呀 结果还是没有买 就是说有时候 就是在这种关键的时候 她不知道我在干嘛 其实我这样去做 也是为了整个家庭 也不是为了我个人 不是已经过了吗 已经解决了吗 不是已经不吵了吗 但是后来也有很多事情 她就是一直早那早这 以前没怀孕的时候 感觉就没什么事 也能更加理解我 自从怀孕了之后 我整个面临的这个压力 也比以前 我一个人的时候压力要比较大 我也不喜欢天天吵去吵来 影响我的工作 我这么理解对不对 就是自从你妻子怀孕之后 你觉得她老找你的事 对 对 你是觉得结婚之后她就变了 是吧 对你不那么好了 能举两个例子吗 就说让我觉得很严重的两件事吧 第一件就是 她偷看我的手机 就是有一次在家里嘛 就是我把手机无意中放在床上 上洗手间去了 她当时就看我的手机 就是因为异性跟我发一些担心 她当时就很生气 就跟我吵起来了 那个是我以前 关系比较好的一些同学 这是第一件事 因为我觉得手机是有关于 一个人的隐私 我说你要看你就跟我说声看 你不要说随便偷看我的手机 这也不就是对一个人不信任吗 是不是 这一件事 还有后面一件事是让我最 最气愤 而且让我更生气的一件事 就是那一次在唐姐家吃饭嘛 唐姐家吃饭 其实当时的话 她把小孩接到唐姐家去了 就是弟弟家 弟弟家的小孩 就接到他们家去了 因为当时我也不知道这个情况 我后来去的时候才知道 就说小孩子出去玩去了 因为小孩子蛮小 就跑到大路上 他要去买玩具去了 后来他半碗事情回来了 就冲着我发脾气 就说小孩子怎么不在家呢 怕他出什么危险嘛 好 这次就过了 后来他回来没有找到小孩 还又把我训了一顿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对我来说 影响真的很大 因为他毕竟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没听懂 你去唐姐家吃饭 弟弟家的孩子被他带到了唐姐家 谁带着呀 他带的 你带的 你去晚了 孩子出去玩了 我去后来去了 但我不知道这个情况 你不知道孩子在唐姐家 然后他回来训你 问你孩子去哪了 对对对 他就去找孩子 因为他当时就说没有看到孩子 这个事对你有什么影响呢 因为他当时在众人面前 不给我任何的面子 就说他在外面 不管做的对与错 我从来不会这样去说 什么严重的话我都不会说 等于他当众呵斥你是吧 对呀 他当时还摔筷子 我长这么大 我爸妈都没有 用这种语气对给我 你们俩当初是怎么结的婚呢 我特好奇 他当时不是这样的呀 好吧 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今天来这儿要干嘛 今天来这里最主要的就是因为 我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现在很困惑 困惑是吗 困惑就是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于 很多事情跟他之间怎么样去处理 他面对啥不都过了吗 不就面对完了吗 但是这些事情我觉得只是开始 我担心对我比如说 后期他也会找出这些东西来 对我产生一些发展方面的一些负面 所以说我觉得我就来到这里 希望 你们俩怀着运特焦虑是吧 你今天为什么来呀 七个月了孩子都应该可以 因为我觉得就是面对现在这种情况 你们俩现实的情况是什么 每天吵架吗 有的时候会吵 隔两三天吵一次吧 就为这些小事吵吗 差不多吧 最后吵架都怎么结束呢 结束要么我不理他 要么他不理我 其实我觉得我很多事情都已经做得很好的 只是做了这些事他不理解我的一个做法 孩子快生了是吧 你有什么打算吗 我就是觉得 现在目前这种情况是希望他不要 经常就是用这种提起来 这种态度对我 少训斥我 对 少用批评我的态度跟我交流 是吧 对 你最大的压力是什么 我最大的压力就是 未来要面对整个更大的一个家庭的一些事情 并且现在的公司三四十人管理上面也特别的忙 特别的累 我就是想让他以后就是不要心肠吵 好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老师们 怎么说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我怎么听起来 这怀孕的不像是女士 像先生啊 感觉你焦虑啊 本来他特别焦虑 对啊 你说我怕太太怀孕期间抑郁 我让他去上班 我觉得是你在抑郁 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女人怀孕的家庭当中 不仅仅是女人怀孕的时候 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和平直不一样的情绪 越来越多的丈夫准爸爸 也像您一样 心理上焦虑了 其实怀孕生孩子 是每一个家庭都有可能面对的情况 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件普普通通的事情去对待 它不是一件多么大到让我们无所适从的事 你要相信作为一个父亲或者一个母亲 她是有本能去承担将来的不同 你是有这个能力的先生 不要太着急 太焦虑 而我想跟太太说的是 我觉得你真的是蛮不容易的 因为本身要对抗自己怀孕的时候 种种身体的不适和心理上的变化 还要面对一个这样焦虑的丈夫 不容易 但其实她也不是一个多么差劲的男人 她真的是很在意这个宝宝 很在意你们的家庭 如果换个角度来讲 这也是一件好事 所以就有一些难为你也多去理解一下她 也去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 举个例子 她偷看你的手机 其实这一般是在怀孕期间 孕妇通常做的事 查查丈夫有没有什么特殊情况 但你想她这样对你 她是有多么的在意 所以如果是一个聪明的妻子的话 换个角度想 也是一件虽然有一点不舒服 但是内心还是有一点点温暖的感受 如果你能调整成这样 相对来讲 你们的运气更好度过 我都不是说你的运气 宝宝怀在你身上 但是这个情绪波动 更大的在她那里 当然多少还是难为你了 但有时候真的生活 就是需要我们夫妻俩共同去面对 这就是成长吧 希望能够渡过这个难关 加油吧 谢谢 你说她对你不好 我就问一下 在你结婚前她会不会训你 为什么要说 点赞 我愿意 为什么 对 我愿意 什么 人 我愿意 人 我愿意 弓 终 静 水 水 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原因是说他是个生意人 怕他骗了你 你对你的家人所说的是 我是个有独立判断的人 我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主 然后你把这件事告诉了他 按道理来说 一个男人应该感谢于你的坚持 和对自己的肯定 让大家觉得那个 我估计你在家里也不会那么老实 能这么规规矩矩的 被这么一个男人叙叙叨叨 不会的 理解你 但是有一点 男人嘛 这个情况特殊你知道吗 这个时候真就别讲道理了 涂涂刚才批评你 我觉得批评特别好 你拉他这么远来 坐飞机好不好 你说好不好 不对吧 来的前年我们做了云检过来的 你看 他那意思是我还是对的 没关系 你可以找起你的 但是他怀孕 动吧 一会儿跟老婆道歉 好话一说 踏踏实实回家 再过两三个月 孩子出来了 享受幸福好不好 以后对老公也好点啊 好了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通过今天来到这里 然后很多东西的节点开了 我来到这里也是为了 我们未来的这个宝宝更好 所以说不想在这最后几个月 然后产生更多的一些矛盾 让我们整个家庭好起来 所以说这也是我最终的一个初衷 我觉得今天来到这里 找到了答案 好 谢谢 我还需要考虑一下吧 考虑一下 他是不是还像以前那样对我好 请不要跟 你自己选择是走回去 还是在这坐着 走过去 行 你小心点就行 多运动也好生 去吧 请关门 看看最终的结局吧 请开门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谢谢两位 来见证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 请见证 来来来来来来 回家好好的啊 回吧 谢谢你们